香果春生乘坐火箭直冲顶流 为证正副馆长手段层出不穷 正馆长称号究竟花落谁家 香果春生自从来到杭州 名气做火箭式的飞长 许多喜欢熊猫的仪翼们 瞧手以盼等着见新馆长 梁小芝刚来到新地方 本来还有些拘警 结果一说要分正副馆长 瞬间打了鸡血 上一秒还是青梅竹马 下一秒就成了死对头 谁也不让谁争抢了起来 闭管了几天就争了几天 最终也没能确定谁当正馆长 咱就说不行就轮着当呗 到了正式开馆的日子 外面大排长龙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赶来 就为了能够看一眼馆长们的风姿 即将闪亮登场 梁小芝都还在暗自较劲 出场顺序也要争个先后 眼瞅香果快了一步 春生急忙挤了过去 结果梁小芝光荣地卡在了门里 简直笑不活了 吃饭也不能停止较劲 眼看香果咔咔摔 不服输的春生抓起就是一顿塞 明明就是正常的吃饭 硬是让这两个小家伙 吃出了速度与激情的感觉 香果吃着吃着躺下了 表面是吃累了 实际脑瓜子在飞速运转 很快灵光一闪 香果想到了办法 猛地坐了起来 来到春生旁边 梁小芝就这么安静地坐在一起 别说梁小无猜的感觉 一下就出来了 正所谓孩子静悄悄 必定在做药 春生一口损还没咽下去 香果就以迅力不起眼耳之势离开 快速来到玻璃前 冲游客仰起了微笑 试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拉票 别说你还挺聪明的 瞅见这一幕春生直接傻了眼 心想这小妮子不讲武德呀 饭也不吃了 坐在一旁的木桩上 就开始展示摇摆舞 咱就是说别太卷了 梁小芝在基地 跟其他的两只组成了太阳四子 每天的生活目标就是吃喝玩乐 梁小芝的感情别提有多好了 绝对是模范版的青梅竹马 香果每次挖梅回来 都要跟春生决斗一番 梁小芝谁也不让谁 打得不可开交 看似打得很激烈 但其实春生并没有用力气 都是轻轻地咬 香果又菜又爱玩 春生每次也都很配合 简直像是在跟孩子玩 再看现在梁小芝为了争夺郑馆长的职务 直接用上了孙子兵法 咱就说轮着当不行吗 经过香果出其不意的拉票 郑馆长职务估计也要定下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